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 好辣 好辣醫師好辣 身體出現異常 別緊張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其實有很多的毛病 是可以靠自己快速分辨的喔 好辣軍團們 又遇過哪些健康危機呢 十番小物是李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懿 相信大家 身體要是有什麼症狀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緊張 每一說頭痛 你就會想說 完了 我就得腦瘤 Oh my God 怎麼辦 然後要去胸癮 妳那是憂鬱症嗎 不是 妳到有時候頭讓幻想 然後有時候胸悶 你就會覺得 真心驚梗塞 我要不要去看啊 就是會暴斃 對 然後最近 只要溫度一高 體溫一高 就會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 就會覺得 我們到底是自己嚇自己 還是怎麼樣 那天有一個病人來 他說他應該是新冠肺炎 因為他喝豆漿 結果他完全沒有感覺 結果後來他豆漿拿過來 好狠狠 好狠狠 可是這種在分流的時候 怎麼見到妳 他在外面就要先量體溫了嗎 對 我們前面就有護理師先擋住 要擋對不對 對 所以妳有什麼任何的訴求 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跟前面那個護理師講 他已經裝備好了 所以 雖然妳有裝備 聽到病人這樣講 我認為我是冠狀病毒的時候 妳心裡大概會 我們還是要相信 要相信他 先以相信他的方式去 然後再問原因 對 我們寧可多考慮 當妳心情不好 妳都會往壞的想 是 妳有時候會覺得這邊在痛 我就開始想 會不會是移上來 可是妳站整天 哪有不痛的道理 對 會東想西想 我有一陣子在睡覺 我會想到 永遠想到是那個斷頭的 被卡車輾過的 被刀刺的 通通這個畫面 可是我發現 那幾天又陰雨 陰雨 對 我覺得這個有點憂鬱症了 醫師說這個就是憂鬱症了 真的 對 有點 一直往壞的地方想 對 覺得人生 妳賺到這麼多錢 又花不到 妳就更憂鬱了 真的煩了 好想要喔 我可以幫一點忙 對啊 我可以幫妳 所以心情還是要保持愉悅 是 這個謹慎 跟妳恐慌是兩回事 來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問題 體溫標準到底在哪裡 從溫度就看出疾病 過去幾年 因為量體溫也曾經過 有一些討論跟糾紛 大概一年多以前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 耳溫套大缺貨 就耳溫腔前面要放一個套子 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短時間內改成耳溫腔 那媽媽進來就說 怎麼來你們這邊量體溫都比 在家裡面量的低 在家裡面量耳溫的時候 量到38.7 在妳這邊量的時候 量是38.1 那其實我們後來才發現說 她媽媽就把小孩子 從外面急著抱進來 就說馬上要量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量耳溫 進來室內待個10分鐘 稍微回溫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也曾經遇過量耳溫 然後就跟你說為什麼這個不準的 後來發現說 她們這個耳朵裡面 全部都是耳屎 耳屎整個塞滿 也可能會影響到部分的溫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階段認為說 最最最準確 最接近中樞溫度的 是這個叫做 叫做鋼溫 那如果退而求其次 大家希望找到比較接近 中樞溫度 中樞體溫的 叫做耳溫 所以這兩部分都可以參考 但是鋼溫很辛苦 你每天要插鋼門 然後說一天要量三次體溫 耳溫我們也定義說 那接下來大家就常會說 我們現在有些都用額頭溫度 那跟耳溫的定義怎麼分 後來我們說 好 耳溫超過38度算發燒 額頭溫度超過37.5度算發燒 但是額頭溫度的確跟 外面的環境溫度有關 有的時候你最近量額頭溫度 你會發現很多人說 你把瀏海撥開一下 我之前遇過一個 銀行的工作人員 他那個 他自己說他化妝化很厚 會不會有影響 後來發現好像真的也會有差距 也會有影響的 好 那口溫呢 大部分都跟你剛剛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有影響 你能不能乖乖的含住那一支溫度計 10分鐘到15分鐘 可能也會有影響 那耳溫也一樣 有些太小的小孩 他沒有辦法認真夾得很緊 可能大人有辦法做到 那如果你量到的體溫是 例如說35.7 35.4 這種只要活動力不錯 精神還不錯 可能都不用太擔心 低體溫我們最怕的就是那種 那如果你說短時間內低體溫 精神不錯 喉蹦亂跳 水分都喝得下 那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這樣有什麼差別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在量 去工作 你今天可能36.7 對啊 明天有36.2 這有落差嗎 其實367 32 這個差距不大 大概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耳溫槍一量 38.1 然後叫你休息10分鐘之後 再量一次還是超過37.5 大概人家會告訴你說 你先不要進來 可能先去看看醫生比較好 我之前在診所 曾經有遇過一個 五個月大的小寶寶 他就是在家裡面量 他量到39.1 來到我們診所 我們用耳溫槍量 我們量到的是38.4 媽媽就一直說 你這個不準 你這個溫度 在家裡面量那麼高 怎麼來你這邊就降溫了 其實時間不一樣 量的器具不一樣 再加上說你從外面剛進來 這都會有差別 我告訴他說 我們知道你發燒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你的起伏 不是說你現在一定是確定幾度 那你如果真的要確定 真的最準 那真的是戳肛門 這大概媽媽聽了也說 算算算不要好了 結果我後來檢查了 我告訴他說 媽媽我覺得 他又沒有咳嗽流鼻水 喉嚨也還好 我覺得他發燒燒這麼高 大概兩個可能 一個是玫瑰疹 燒完過幾天會出疹子 一個是 這兩天觀察他的體溫 如果他吃了退燒藥 可以降下來 然後再重新再燒上去 那我覺得玫瑰疹的可能性 比較大 那如果你吃了退燒藥 竟然降不大下來 那大概我們就要擔心 泌尿道感染 因為泌尿道感染 比較可能是 細菌感染 驗尿報告一出來 真的是泌尿道感染 媽媽也跟我們講說 對耶 他昨天一整天溫度都下不來 吃了14天的抗生素 再驗一次小便 沒事了 結果隔了一個月 他又泌尿道感染了 那我們就幫他進一步 做那個腎臟的檢查 才發現說 他腎臟先天結構有問題 他就長期吃 預防性的抗生素 要長期吃 要長期吃 像我兒子曾經就有發生過這樣 因為我也是新手媽媽 沒當過媽媽 那時候 因為常常有時候 報到小兒科去看 那他就有一個 給肛門的那個 塞機 就是萬一如果怎麼樣 那當媽媽有時候晚上 是因為我冷氣開比較冷 那小孩子可能 後來就一直發燒 我就心心想給他塞肛門 他們說四個小時再量 就量 還是39度 給他泡到冷水裡面 讓他退燒 結果他四個小時又壓起來 好了就報去急診室 那急診室剛開始也是就是 查不出什麼原因 就是發燒 就檢查檢查 各式各種都做檢查 然後結果是 因為吹冷氣 扁條線發炎 引起他整個就是那種 折騰 我覺得媽媽好偉大 康乃馨真的不是那麼好帶的 就守著一個晚上 真的很希望自己 變成那個小孩 不要讓小孩折騰 對 是學經驗 我們在婦產科 能夠發燒的 大部分是感染 可是我們最常見感染是 是白帶嘛 大家都覺得私密處的感染 很簡單 但是要小心就是 你不治好他往上就變 變成一個大家都聽過名字 叫 那骨盆腔發炎的特色就是說 子宮或者是卵巢 或者蘇卵管感染了 這時候趕快治療還是OK的 可是接下來你不治療 他就開始發燒了 可能白血球上升到 甚至一萬五 兩萬一直上去了 那這時候有時候 照超音波發現 已經化膿了 那我想今天我比較想要分析 分享的是另外跟 各位記不記得那個 前一陣子有一個武漢包機 第二批T次有一個女生被攔下來 過了兩天發現她是懷孕 懷孕 溫度高 懷孕的時候體溫 因為黃體素的關係 它會上升到大概 大部分的孕婦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容易讓我們用來 醫學上當參考的東西 假如它突然下降 那恐怕是要流產掉了 通常我們這次黃體素的維持 是維持14天 所以高溫期就排卵之後 會產生一個卵巢 那個綠泡破了以後 形成一顆黃色的東西 被稱為黃體 這黃體分泌的黃體素 會保持這個初期的懷孕 就是替代胎盤 初期的時候 那個荷爾蒙用靠黃體素 會撐出這個懷孕 那到三個月之後才慢慢 那個黃體才慢慢萎縮掉 如果你沒有懷孕 它14天之後就萎縮掉 月經就來了 那有一個女生 大概三十五六歲 來門診跟我說 她一直找不到原因 為什麼不孕 因為她先生也正常 她做宿卵管檢查也正常 她很認真 現在很少人這樣 量了一堆體溫表 一疊來給你看你知道嗎 那體溫表我們是要怎麼看 要看雙向 就是說 高溫跟低溫要相差0.2度以上 那持續6天以上 所以理想是14天 那如果你高溫到17天 勢必去檢查一下 應該是懷孕了 她說檢查一大堆都檢查光了 後來我說 你既然帶體溫表 那給我看嘛 嚇我一跳二十幾張耶 我說你量多久 他說量很久很久了 看了以後我說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的高溫期 最多只有到12天 更沒有的是 我發現你月經一來的時候 體溫沒有立刻降 是有幾次是慢慢的降下來 緩慢降下來 因為依照我的經驗 他說真的假 我有懷孕過 我說你這幾次可能有懷孕 你下次 如果你能夠高溫期到第13天 的時候 就是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你月經可能來 你回來一下 我幫你檢查一下 結果後來有一次終於碰到 到了第13天的時間 果然就是慢慢的降 不是立刻降到低溫期 我說你現在去驗孕 然後你抽血一下 出來答案 懷孕的荷爾蒙是上升的 我說如我所料 我說這個叫做 然後這流產叫化學流產 就是只有化學 只有用檢查才能查出來 但是你自己都還沒有感覺 可是就已經流掉了 這種及早期的流產 也是變成不孕 因為你都一直 當作你是流產 流不住 沒有流住 就是一直沒有好好的著床 很快就被趕走了 那我就說 其實你大概要補充房體素 高激量房體素補充 有機會懷孕下去 後來到了第二次第三次 它就懷孕下去了 就成功了 我們人體的那個調節 體溫的中樞 是在我們這個腦髓的這個 下氏球 它就是我們的控溫中樞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的人體 設定一個體溫值 當它把這個體溫值 設得比較高的時候 你就是發燒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 體溫值設高 因為我們要 就是提供我們的這個免疫細胞 讓它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去對抗這些 外來的這些細菌病毒 這些病原體 另外就是我們體溫高的時候 這些病原體也不容易繁殖 我有一個病人 她大概是六十幾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就是在來醫院之前 她大概低溫發燒 已經大概一個多月了 她其實覺得她就是 只有一點行行的感覺 沒有什麼不舒服 所以她就是放著不管她 然後後來漸漸的她覺得 一邊的肢體越來越沒有力氣 然後甚至到後來她家人發現 她這個意識上有點問亂 所以就趕快把她送到醫院 來急診來檢查 那急診幫她檢查的時候 發現她的這個肌力力量 大概剩下三到四分左右 那小於三分我就不能走路了 那她的溫泌指數大概只有九分 然後那個脖子很僵硬 那幫她抽血 她的那個白血球數量也高 然後那個發營指數也高 所以一切的證據都指向說 她的腦是有問題的 這電腦斷做出來之後 發現她裡面其實有 一顆一顆的腦包 又是腦農癢 有腦農癢 然後有一些部分的腦 其實已經壞死了 所以造成她的神經的症狀 然後再加上說 她的這個腦勢擴大 有水腦症 我們叫做 所以她這個就趕快 就是會診我們神經外科醫師 趕快過去去幫她做這個 引流做檢壓 不然那個其他的腦細胞 還會繼續再壞死掉 結果 最後的結果 我們診斷是她得到了一個 那因為我們腦有一個這個 我們叫血腦屏障 就是她不容易 我們這些病原體不容易 就是有血液進到我們的腦部去 如果你一旦進去了之後 那我們就叫做這個 結合性的腦膜炎 結合性腦膜炎 如果你不去治療的話 她的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帥哥會有些有什麼症狀 告訴我看看有沒有 怎麼樣症狀 佩儀姐 你要在死上去擠 好可怕 怎麼會有這種病 她是因為有前因後果 她其實以前已經有得過肺結核 像我這個病人的話 其實她已經也是 比較有延遲治療 所以她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殘留的這個神經的損傷 所以對於低溫的發燒 你其實也要比較注意一點 如果持續不斷的話 你還是要找醫生來確認一下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有一天有一個療養院打電話給我們 就是有一個35歲的男生 那他們就說她發燒 然後意識不清 那來到急診的時候 我們就看她不太對勁 因為我們當然是還是會從發燒 就會第一個就想到感染 所以我們就開始幫她 照X光抽血 那X光下來很乾淨 沒有肺炎 那她還是就躺在那邊都不動 而且非常的僵硬 然後身上都是濕濕的倒汗 但是體溫我們怎麼降 都是40度降不下來 那個時候腦袋裡面就要閃過 它根本就不是你想的發燒 它不是感染 是一種 跟感染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她體溫就是會高 那這些病人通常都是 精神的狀況控制不好 或者是 那這個病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想可能是這個時候 她開始大抽筋了 她開始 那時候就趕快幫她 打療癬的藥 然後趕快給她插管急救 結果這個時候檢驗室才出來 她的恆文基隆結症那個指數 快要十萬 十萬很高 十萬很高 通常一萬就很高了 譬如說你現在 用力的去運動 譬如說你讓一個小朋友 跑操場跑二十圈好了 她大概恆文基隆結症的話 大概也兩三千 三四千 她一萬就已經非常高了 她十萬 那接近 接近會崩盤 然後她的那個 甲離子的話 已經也是破表了 然後她的血非常的酸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把她插管 然後找腎臟科醫師 這個時候就趕快給她 打大量的點滴 她就是我們認為的 她其實是抗精神藥物造成的 惡心症候群 那這種體溫有時候降不下來 反而要用其他的藥物 但是這樣的病人 至少一個 對 而且這都比較發生在 身心科的病人身上 那後來這個病人 中間還有洗腎 因為她的腎功能 那個十萬太高了 荷蘭基隆結的死亡 會從哪裡先壞 腎臟 那我們還有 在外科醫生 還有怕一個東西 就是打完麻醉藥之後 這個病人的體溫飆上去 這樣的病人 也會像這個病人一樣 就是體溫很高 然後僵硬 然後心跳很快 什麼東西都感覺是 是代謝加速 可是它都不是感染 那是過敏嗎 不是 它是一種惡性高體溫 它不是過敏的反應 然後這個東西也會 那我們這個針打下去 怎麼知道它會不會有這個反應 對啊 我們也不 其實沒有人 很可怕 因為通常如果你 因為這個 這個很危險的 這個是麻醉科 麻醉疾的一種 麻醉科裡面 很怕的一種東西 那這種高體溫 就不是我們認為的發燒 感染 對 所以體溫的 這個是麻醉風暴 這沒有辦法 事先被排檢掉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運氣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說 體溫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醫生的看來的話 還有很多很多很大的 範圍的原因要去查 不是單純的 就是只有感染 第一次打麻醉症 我懷孕 貝克宇剖腹的時候 吐 吐到膽子都出來 不停的吐 也沒有解藥 一面生一面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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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醫師要把這個藥 藥要併到他病科裡面 進起來 以後他知道這個藥 是不能打的 可是他這個不是過敏 他這個是 但是他應該是有給你止痛了 我們再想想應該是 麻菲類的 對 麻菲類的 止痛藥 對 止痛藥 代謝完就好了 代謝完 這真的是代謝完 所以一定要一直衝 所以有人對麻菲類 會這樣子反應 對 會這樣 有的不會 有的效果就很好 所以會維持比較久一點點 沒有辦法馬上解掉 我媽媽更嚴重 那時候也是在你們醫院 他是有一滴一滴的 那個麻菲有沒有 因為他患人工摔斷了 人工摔斷 醒來以後 這個要害死我 他就說指我要害死他 我說我是你女兒 你是誰 不認識我 嚇死我了 他是麻菲吧 應該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老人家 在住院以後 住院之後 因為你感覺不到 那個 今天是白天還是夜晚 所以會亂 老人很容易在住院之後 會 所以會頭痛大部分是因為 血管的收縮或擴張造成的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發生頭痛的部位來判斷說 你可能是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發生在前額夜的話 那可能就是 因為他這邊是額鬥 跟鼻子有關係 所以可能是因為 鼻痘炎或就是鼻過敏造成的 那如果我們發生在 我們這個後診部的話 那大部分跟我們的這個 脖子的痠痛 或者是那個 背部的這個肌肌膜發炎有關係 他都會這樣從後面這樣包起來 到前面來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是 這個叫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男生比較常見的 會痛到你這個流眼淚 胃光流眼淚 這種叫做 不過你要注意 如果說有這個眼窩性頭痛 然後你有合併有高燒的話 可能是 那我要講一個病例 那他就是一個 六十幾歲的一個病人 就是主宿是頭痛加全身癢 然後就來門診 他已經看過很多醫生了 然後我去幫他檢查他的身體 他就是腎上有很多的這個 紅色的 那治療過幾次之後 發現我給他打針 就可以維持三四天 可是不打針 他就隔天就又來了 那後來的話 我就跟他詳細了解一下 他這個節節的問題 跟他談一下 他這個節節發生的過程 他就覺得 他說這個節節 有時候時大時小 那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那也不會痛 那我看他這個人 看起來還滿飄沛的 然後我就大膽的問他說 你是不是以前有得過性病 如果女生你會這樣問嗎 當然不會 會比較委婉一點 他有點頭痛 頭痛跟心病差很遠 距離 對 那因為這個節節的問題 他也承認是早期的時候有 後來就確診 確診他真的是這個眉毒的問題 他已經是屬於這個 第三期的神經性眉毒 那我們剛才講 我們這個腦有一個保護座 就是叫做血腦屏障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跑不進去的 那他跑進去之後 我問一下他六十幾歲對不對 對 那他是這個 其實他這個眉毒是之前就治好了 對 他現在是因為抵抗力不好 又發起來 可能有殘餘的 所以老公如果有頭痛 就有可能是 沒有 不是 因為他這種東西是 他這種東西造不了根 可能是日後你抵抗力差 可能會 只有是可能性 不是說 有這麼多的案例 對啊 那因為他這個已經是第三期的 那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說我們的這個 有這個血腦屏障 所以這些 連藥物也不容易進去 所以他這個就必須要用一些 比較強力的治療 所以我還是建議他住院去打針治療 那不然一般的眉毒的話 你其實在門診打個針 就可以了 打肌肉針就可以了 對 這樣子以後 在老公面前 老公在你面前 哪敢抓癢 哪敢頭痛 對啊 都六十幾歲 還計較這個就是 副產科來看頭痛是比較少見 那我分享一個 就是半邊的劇烈疼痛 就是偏頭痛 如果說一個婦女的頭痛 她都在夜經前 或者夜經期痛的話 這些 高達百分之六十五 那確實是跟副產科是有關 女性荷爾蒙 此際是突然降到很低點的時候 是有的人是會偏頭痛的 而且這會偏頭痛 他們都會覺得說 那個痛 就跟心跳是一樣的 沒錯 就血管一直縮縮這樣子 很痛苦 那我一個女生 她三十多歲 她就跟我說她已經痛了好幾年 吃了藥好多年 因為我本身專門看腫瘤癌症 我對這個當然其實性質不大 但是既然來了 我們也是必須要好好的那個 服務一下 服務一下 對… 我們當然也是要盡心盡力的 幫她處理 那我就說這樣子 我不是專家 對 那不過因為跟女性荷爾有關 妳願不願吃口無病 她說不… 我一個月只有痛那幾天 我一個天天吃藥 那怎麼對呢 我說妳講的也不是沒道理 那一個方法 我給妳吃低劑量的齒激素 我說那接下來 我跟妳講 她說這樣子 我說因為 Penotope有些人認為跟 而Penotope跟這個是有幫助的 她說那還有嗎 我說還有 美可能也有關係 被認為可能有關 我說妳也可以多吃一些食物 尤其是堅果類的 或者香蕉 或者是海藻 納豆 這些妳都可以多吃一些 然後就這樣試了幾個月來 跟我說醫生有改善不少 不過還沒有完全好 我說這樣子 我不是專家 這個坦白講 台灣很多神經內科 很多大醫院的神經內科 設了一個頭痛門診 有好幾家都有 我說妳去看 我幫妳到這個地步 妳已經改善不少 完全根證可能 不是我的能力手級 因為平常我不是在看這個病的 那她就覺得 她說可是已經好了七八成了 還要去看嗎 我說去啊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不一定 說不定還有我輸入的地方 因為畢竟頭痛是一個 很令人頭痛的疾病 你知道嗎 後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總之她就覺得說 反正也改善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 食療其實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生活的改變 一些刺激性的東西 你可能減少 那一些對你 可能有幫助的食物可以增加 那我們醫生可能可以 開一些某些微量元素 像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或者維他命 或者是像避孕料 紫激素這些東西 對你也有幫助 那你就改善你的偏頭痛 其實這個百分之八九十幾乎都是吃出來 我跟你講 因為我做節目做到這樣 突然有一個歐巴桑來找我 他是算老闆娘級的 他要煮菜給員工吃 他要照顧他老公 他老公是 你知道嗎 對 可是他身體很纖細 他跑來問我說 胡先生我想請教一下 你有沒有認識那個營養師可以 送那種通風餐的 我們想訂那個通風餐 我說 我說你問我 我說我沒有認識這個通風餐的 那你先生不是看醫師嗎 他說看也沒有好 但是跟吃有關係 對啊 那你就煮給他吃 我很痛 我做員工他坐在家 我還照顧他 我就是看有沒有方便那個送 就是通風餐的這樣 送通風餐的 他說你怎麼找我 因為我看你的醫師好像是電視 對 我說這先我來問看看 有這種通風餐的嗎 通風餐目前比較沒有在做 但是我覺得平常 你就是吃一些 中低普林的一些食物就好 高普林就避免 像高普林可能有一些 像是香菇大豆子要菇類的 或是一些發芽的豆類要少吃之外 像我們魚不是有分為 有些有魚鱗跟沒有魚鱗的 皮亮亮的那一種魚的話 它的普林值會比較高 對 所以就是像白帶魚 這種普拉魚 它其實普林值是高的 可是他也 他說他去醫院裡面 也會有營養師 我說那你就找營養師 他其實會有菜單 給你照那個煮就好了 對 他其實水還要多喝 因為其實尿酸 它會溶解在水裡面 然後你就多喝水代謝掉就可以 可是水要真的喝得 比較大量一點點 可是我認識通風的人 幾乎都不太願意聽的 不愛喝水 對 不愛願意聽他的 就他淨挑那些啤酒 啤酒 對不對 豆漿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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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他老婆講 你問也是白問 因為你先生不可能這樣做 他就不會好 對 你六十幾歲要改變他 很難 我說你先生也不會吃 對 因為他會這樣 他不會今天是這樣的 對不對 不過很感謝他也是我們的 這個最忠實的觀眾 然後像我就是 我綽號是頭痛 我超容易頭痛 我都痛右邊 然後我巔峰的時候 一個月痛二十天 然後最嚴重就是 五到七天 是吃止痛藥都沒有用 你今天想的是問說 怎麼樣繼續保持 規矩 是 我跟你說 我那五到七天 痛起來的時候 然後吃止痛藥都沒有用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第一他就檢查 就說你這個是很典型的 片頭痛就是基因遺傳 因為你剛剛有講那個紀錄 一個月有二十天對不對 對 曾經有七八天 那表示你這二十天 都沒去看醫生嗎 沒有 但我有寫頭痛日記 頭痛日記就是我們那個 診斷片頭痛的其中一個 一個標準 就是你要頭痛幾天 然後有幾天是有一次 所以你是在做測試嗎 沒有 就是我有醫生朋友 還沒有去看醫生前 有時間講說 怎麼辦我們可能得腦瘤 我這頭很痛這樣子 好長頭痛 對啊 那我醫生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先寫一下 你的頭痛日記 記錄一下你一個月痛幾次 是 幾點痛 所以我才會問這個問題 要不然一般我痛兩天都去看 有人痛兩天 頭痛就去看醫生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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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久了 有幾天 有幾天 我還有啊 不習慣在頭痛完 你現在知道我問的嗎 你怎麼會有那個紀錄二十天 沒有 很多人頭痛不看醫生 沒有 你常常痛就表示有問題 沒有 好啦 那是他啦 所以我說 沒有... 他想尋找的是說 怎麼樣能不能把二十天 延長到二十三天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就一句 他肚子王啊 他頭痛王 這個名稱很重要 可是 我怕小皮大作因為 想說我明病不是頭痛很正常 我就自己紀錄了 像那個五到七天 第二次這樣 我就去想吐 我就去看了 天啊 然後我有以防萬一 怕是腦瘤我有做腦波 是沒事的 對 所以醫生就說你很典型 就是偏頭痛很可憐 然後我就開始吃藥 但是醫生有給我一個建議 就是我可以做 誘發因子的測試 他說 柑橘類牛奶巧克力跟乳酪 跟吃有關 乳酪 不能吃還是能吃 就是這四樣東西 我發現我不能吃橘子 我每次吃橘子 我頭痛到真的爆 那妳喜歡吃嗎 超愛 對 因為我同時也是有在吃 那個 我有看神經內科 我有吃藥 而且療程都是要三個月以上 然後要固定回診 而且醫生有跟我說 你現在好了很開心喔 但我跟你說 三年後你一定會再回來找我 什麼意思 他說偏頭痛是一輩子的 還會復發 他說我只會穩定的一下 等一下衛醫師真的是這樣嗎 大部分的頭痛其實就會改善 可是偏頭痛它其實有一些 就是會一直在復發 我就是 繼續吃 目前剛好 剛海闊天空 就人生不能再也不能吃橘子 要冷吃橘子 不是 希望她不要發了 不要發 就再也不能吃橘子 絕對 妳這樣能開車嗎 可以啊 沒有 可以 坐起來的時候不行 妳現在工作什麼 造型師 還有服裝 還好這個不是要曬太陽 我很粗重 工作時間也不長 家庭還滿可憐 什麼時候他痛也不知道 對 其實有很多這種隱性的病人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只是大家都是用一直吃藥 然後去忍耐 有時候 你怎麼越講 越來越可 現在有一些 這個剛剛我講的 其實除了口服藥之外 現在有一些比較特殊 但是我們有研發出一些這種 單株抗體的藥物 打一針 可以維持滿久的時間 我知道那個醫生也有跟我說 對 因為他也覺得 我一直吃藥 有人怕忘了吃啊 對 你每天都要吃耶 是喔 再來沒發作起來的時候 你就要先吃 你藥不能間斷 就是那個 預防性治療的藥 是不能間斷 每天吃藥 然後一天都要喝 兩千多的CC的水 不然會傷腎 辛苦妳了 辛苦妳了 大家也要小心 有可能妳是老花眼造成的 對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啊 她是一個鋼琴老師 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女性 對 那她其實早上起床都還好 但是到中午下午過後 就越來越 就是工作越久之後 她頭就越來越痛 對 那她的痛呢 都是在額頭在眉心 或有時候痛到太陽穴 對 那她的那種痛 會讓她覺得非常焦躁 就是很想吐 然後看東西就覺得很吃力 對不到焦 她覺得就是看東西很不舒服 對 那她就會拿那種尖尖的東西 一直去搓她的眉心 就是去按摩 她覺得好像有舒緩 很痠軟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那個症狀中而復始 我知道 有的時候妳會想那個 現在外面有賣的像刀片 刀嘛 刀療粉 妳會這樣敲 對 很爽耶 這一痠妳會敲到這裡 對 太危險了吧 她也會敲 不對 就是有用 有用刀背吧 它不是真的刀 它像厚片的CD這樣 對 刀背 但是有個刀柄把妳 你要敲到很舒服 妳可以聽到那腦 然後這個痠痛 妳會 空敲這個 這個點 切 用刀切 妳有切什麼 我之前頭痛的時候 我也是很容易切 然後眼壓這邊很高 然後因為真的很痛 就是吃死的話也不痛 我就會自己打 我就會自己拿拖鞋這樣打 然後妳會覺得 拖起來太軟的時候 妳會拿更硬的東西打 打到 那不是打到硬旁發黑耶 對 隔壁找到 我發在這邊 剛剛那些療法還好 她沒看 剛剛她也會想試試看 對 但是她就真的覺得 這樣戳就是有那種 療癒的感覺 但是反正就是還是痛 那她有去看 腦神經內科 那醫師也有幫她安排 一系列的檢查 可是檢查起來就是 也沒有發現什麼病症 那她也有吃一段時間的藥 但是也一直都沒有改善 那後來醫師就跟她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妳去看眼科 妳搞不好是 對 她來的時候 我幫她做檢查 也不太像青光眼 那她其實也沒有 什麼家族史 就是看起來 也不是青光眼症狀 但是她倒是眼睛看起來 比較疲勞 就比較乾澀 所以我就有開了一些 藥劑給她 那也請她要注意 用眼的時間 對 那我就跟她說 那妳先回去試試看 譬如說熱膚 一些飲食 還有一些藥物配合治療 然後睡眠要充足 不要用眼過度 那我就跟她約回診 結果回診的那一天 她剛好坐在那個 後診間的門口 我就看著她 她拿著那個手機 就非常認真在看 但她那個動作就是 然後兩個眉毛皺成一團 就是很用力的皺成一團 在看她的手機 對 所以她進來診間 我第一句話就問她說 妳平常看近的的時候 有沒有戴老花眼鏡 她說有需要嗎 我這個年紀還不用嗎 她四十幾歲 我就請她去做那個 老花的度數檢查 那也幫她測試 就加那個老花鏡片 我說妳戴著 然後去看一下 妳平常的一些 閱讀的習慣 結果她戴了半個小時之後 她就說 好像對焦的感覺有改善 對 那後來反正就是 回家配老花眼鏡回去看 對 後來再回診 她跟我說她其實 頭痛的症狀好很多 所以要提醒大家有時候 可能四十幾歲開始有老花 尤其四五十歲 就剛開始那個階段 因為妳有時候是因為 那妳對不到焦 那妳就會代償的 用眼周的一些肌肉 就不正常的一些用力收縮 然後去想要對焦 但是時間久了下來 妳反而眼周的肌肉 會比較疲乏 對 所以老花不去配眼睛 可能會更惡化 對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有老花 因為可能剛開始初期 我們這年齡回去開同學會 哪個不是這樣 對 每個都要這樣 對 我覺得我的那個頭痛 是一種職業病耶 因為每一部戲都是那種 然後有一天我拍戲在醫院 就是從早上七點哭 到晚上十二點快一點這樣 妳是在哭什麼 真的 其實是 或是媽媽 或是那種大場場的戲 那就一直哭哭到晚上以後 我已經沒有眼淚了 然後就直接就是被送去掛掉 點滴 可是我就發現 自從那一次的那個大劇情 哭完之後 我現在每一次哭都會頭痛 然後都是太陽睡著兩邊 很痛 然後就是這邊也會 至少要兩天 睡兩晚之後 才會恢復正常 那我想說這樣也不是辦法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 我畢竟是小劉雪華 還是要哭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 我就去就醫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 該怎麼辦 他就說 妹妹啊 你就眼睛閉起來 然後回家去睡覺就好了 所以他沒有 就等於我也去白問了 可是我一直很想知道說 像我這樣子 就是哭到 常常哭到頭痛 應該要怎麼樣可以讓它緩解 你要做的應該是 轉型 變諧星 要轉型會搞笑一來 不要一直哭 是真的還假的 是因為你的壓力 跟你的那些 失眠的狀態 這些緊張狀態 就是會讓你 開始產生頭痛 對 那除非說 又經過一個很巨大的一個改變之後 可能就不痛了 來 我們看最後一眼 好 眼睛變化不單純 教你快速分辨問題 是的 我想大家都有經驗就是 你的眼睛眼白啊 突然紅紅的一片出血 那大家 其實在我們門診還蠻常遇到 那通常病人會很驚慌 他會說醫生你趕快幫我看 我是不是眼中風 那事實上這個比較常見的 這個叫 就是說你在眼白的地方的小血管 可能破裂 然後就出血 對 那通常 它是不會引起疼痛 那也不會引起什麼 視力上的後遺症 如果單純的這種叫 譬如說你可能搬個重物 咳嗽 或者有人嘔吐 對 突然用力 那你的血管就出血 那這種呢 它其實一兩週 慢慢自己會退掉 但是呢 如果你的眼白出血 合併有這六個症狀 那就不是那麼單純了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建議你可能要就醫 第一個就是 你眼睛可能有 因為正常的出血 它其實不應該有這個症狀 那再來呢 眼睛可能會疼痛 然後會出現 譬如說 或甚至到視力模糊的 這個症狀 那這三個症狀 就可能你眼睛是有感染 的一些發炎的表現 那另外有些人是 譬如說可能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連續 每一個月都好幾次的出血 那這種呢 我們就比較擔心說 你可能有內科的一些疾病 或者是 就是你沒有撞到 可是你就常常 因為我有病人 遇到這種情況 後來發現它是那個 骨髓的癌症 血癌 然後 或者是你有很明顯的外傷症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五十幾歲的一個女生 對 那她大概半年多前 她其實就是 就是結膜下出血來 那後來我跟她檢查說 你這個還好 可能是因為她剛好來的前幾天 搬東西 然後又咳嗽 所以就小血管出血 那我跟她說 你不用太緊張 對 回去就是點藥 它會加速 會吸收 對 那其實也就是 慢慢就好 也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可是前一陣子 就半年多 她又來 對 那她一整 走進整間我發現 她的眼白 就是一樣 就整片都通紅 那我說 你今天是因為眼白出血再來 她說沒有 醫生 我這次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你上次跟我說 我說這個沒有關係 對 她說我今天會來 是因為我的眼睛很腫 那我就仔細一看 確實 她的那個 上下眼皮都腫起來 然後連那個眼白 就是本來白色的地方 是變紅的 但是她整個是 有點像把那個荔枝撥開 裡面的果肉 本來是白的 但是它鼓起來是紅色這樣 她說她其實是因為 她覺得眼睛好像張不太開 我說你這次會痛嗎 她說會 我說那有沒有眼屎分泌物 她說有 對 那我說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點就是視力好像有點影響 她說好像有一點 那我就問她說 那你身體就是手啦 腳啦 有沒有什麼紅疹 或是疹子 然後嘴巴的地方有沒有 譬如說喉嚨痛 或是其他不舒服 她說醫生你怎麼知道 她說我三天前 其實有去看爾比喉科 發現它有 然後我就跟她說 其實你這個 以你的症狀 這個叫 出血性的結膜炎 那如果你又合併 有口腔潰瘍 其實你的那個 長病毒造成 感染造成的症狀 機率其實是很高 對 所以我就建議她說 你可能還是要進一步 就是要再追蹤 對 然後後來她也證實 她真的是長病毒 對 長病毒造成的 出血性的結膜炎 所以就是白眼珠出血 其實這個問題 可能很大部分其實是都 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也不用恐慌 但是當你遇到這六個症狀 還是要有警覺性 因為可能沒有那麼單純 大家弄懂的是 如何從體溫 頭痛 眼睛 來分辨 自己可能會 有可能染上什麼疾病 要走出根本的問題 才能選出 對自己最適合的治療方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